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上我们国土计划法 但是在已经很久了 82年就开始了 一直到90年的进发会有一个共同的意见 在第三届就开始审立这个法 但是为什么会这么久的当中都没有办法做实质的审查 有它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直到98年的八八水灾 八八水灾我们看到我们整个地区都受到重创之后 我们才感觉到说它有它的急迫性 有它的急迫性 所以在98年8月10月马上就召开了两个第一次的这个 六厂次的共庭会 但是当时共庭会因为只急步的嘛 所以在98年10月8号的这个审查当中 我们好像就是因为我们原住民几个委员 所以希望说一定要跟我们在原住民地区 跟我们的学者专家 包括我们听听我们地方的这些声音 你们也做啦 是有做 是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到底我没有接受 广泛接受他们的意见 我是不知道 都有反映到这一次的条文里面 跟这个原住民的专家学者 还有我们的乡民代表所提出的 大概有四条是很具体的修订或者是真定 部长你应该知道了 这个广大的山区 原来都是我们原住民的一个生活的乐园 也是我们的依靠 但是为了国土保安 好是种种的艺术 实际上不是叫国 现在我们要审查的这个国土计划吧 之前已经订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法律啊 而且这些法律订定了之后 逐年再订定一些法律之后 我们原住民的生活 真的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嗯 尤其我们空间呢 嗯 受到啊 收小 嗯 包括我们的这个生计受到影响 嗯 嗯 所以这样我们的感觉里面 不是国土计划法律啊 实际上 这些各部位所订定的这些 条例啊 或是法法律啊 这些都是已经早早就已经从事这个啊 国土计划保安的这些工作 嗯 像森林法 嗯 包括水土保持法 嗯 这个都是在山西管大山西里面 嗯 为了为了为了这个安全 所定定的一个法律嘛 嗯 生态外卖有野生动物保护法 嗯 我们以前原住民是 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个那个 那个传统的啊 这个方式 来做狩猎的行动 现在也受到这个法律的这种限制 矿业法 水资源法 土石采习法 啊 非常多啊 等等 这个就是 实际上 多年来我们 我们早就已经在从事这个国土的那个保安 啊 尤其是我们现在 在这个国土计划里面也提到这个国土保益地区啊 保益地区应该是以保益跟保安为主嘛 是 都是大方向嘛 是 但是这些 法里面 条例方面 早就好几种了啦 我们已经受到这么多的限制 现在又定那个上限国土计划嘛 我们当然会担忧啊 啊 当然会担忧啊 我们的人口 部长你也知道 是 生活受到限制 啊 没有办法再生存下去 人口开始外流 外流到现在我们 我算的人口 将近三分之一都在都市里面 嗯 在 过 做那些劳力的生活 嗯 大部分都是劳工啊 变成一个好像一个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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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的这些这些 住民一样 实际上 啊 不应该有这样的现象 但现在我们始终觉得说 政府要做这样的计划 要做这样的法案 我们是不反对 但是实际上你们为什么都不会想到说 我们的未来的生计的问题啊 啊 生存的攻坚的问题 所以刚才部长你说有广泛听了我们这些原住民的意见 包括学者专家 那我们委员的意见 我们也是经常在提啊 是 是 因为这一次的大灾难 那个八八水灾 那个不是每年都 那是百年来啊 百年来的 啊 非常严重的一个一个灾害 当然 以后到底还会不会再发生 我们是不知道 事前预防 这是非常重要啦 但是我们总觉得说 在这么广大的山系里面 我们不是没有所有权状 我们有所有权状呢 像那个那个保留地的部分啊 我们每一个原住民都有所有权状 有十二十六万公顷啊 有二十六万公顷 我们是有所有权状的 那么还有十九万公顷 那个是造林的 造林的部分 我们一再提出反应就是说 我们好好维护这个山林 做好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啊 水土水土保留工作 做好保安的工作 我们绝对赞成啊 我们也是一再提说 全面进法我们愿意 但是你要全面回馈啊 我想要保 要要那个那个保益保安啊 要保益保安在原住民地区 广大的山西当中 唯一有做出这样的那个 才是一个根本的方式啦 根本的方式就是你全面进法 是你全面进法 甚至包括造线利用 可能都可以解决了 但是你要全面回馈啊 你现在全面 你现在这部分进法 十九万公顷里面有两万两千公顷 现在是进法 那在积水器的部分是进法 那每一年一公顷是 补偿两万两万块 区区两万块而已啦 但是我们 我们原住民相信 也能够接受这样的问题啊 但是还有十七万公顷 我们有所有钱账咧 但是也没有回馈 我们又不能看 这些生灵法水土保持法 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 这些法规都偏重在什么 法者 所以一双法办的那么多 动不动就一双法办 我们有时候想说 我们也不能开垦 为什么不听听我们这样的意见 这样的声音齁 即使一年变累 也不到 不是很多的经费 你就全面可以维护这些山林 山林能够维护的话 山林能够维护的话 这个国土就得到保安啦 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经常提的意见 是 结果你们说广泛有接受 接受我们的意见 我来向委员报告 这其实委员 还有其他我们原住民委员所指教的许多 关切要点 我们真的都已经纳进来 那我就不一一念 我念最关键的一条 在我们再修正版本的第四十六条之一 它是一个新增的条文 它的意思就是说 呃 如果说国土富裕有牵涉到原住民保留地的话 那么 原民会就要优先辅导原住民呢 来 依附域计划参与或者是实施像造林啦 辅域啦 管理啦 尋守山林等等这些工作 来帮忙维持生态 那为了保障原住民的这个工作权呢 我们要辅导原住民部落 发展永续产业 甚至于像安置计划里面 如果说的对象有包括原住民的话 那么四十六条之一有规定 原民会应该要整体规划 合乎永续生态的这个原住民部落 来予以安置 并且要协助他们居住 就业 就学 救养 还要保存原住民传统文化 那部长 我想刚刚委员所关心的那几点 包括这个产业啦等等这些 那部长因为时间关系啦 没有错 是 你们这个条例我也是看啦 是 那条文我也看啦 是的 但是 单单一个八八水灾千春的问题 他的实施的心情怎么样 相当相当的困难 是 相当困难 缓慢 那只一步而已 将来你这个国土 国土复义条例一定定的话 那里面的这些 我看一些草案的 一个委员所提的一些版本 手提的当然都是很好 那个基本上好像都是为了原住民的安全为出发点 安全为出发点 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将来怎么办 所以我想 真的是有一次重建的经验 基本上是全面进发全面的回馈嘛 让原住民来自己来照顾这些山林嘛 我们来照顾嘛 我们来 也就会 也会 你喝止这些山老鼠啦 包括盗法 这些通通没有啦 哎 这才是根本的 那个解决的 那个 那个国土 计划也好 这个 就保育地区 包括这个 国土复义条例里面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 一件事情 是 我这种咨询也提过了 我们相亲 给我的法医的意见 已经多少 多少年了 但是我们始终提 还是为了因为经费 计算的问题 你经费计算不释出 看来 我们结果也提 要 要投入这个经费啊 来解决这个问题 七七啊 五六十 加到没有 不到五六十亿 就可以解决全面进发的问题 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 每年领悟期 为了照顾 编了83亿的 经费在 给领悟期 来做照顾的工作 那我们进发的部分 每一年才编了两 两三亿 这样的事情 真的漏差还相当大 要把这个做好 是 我想还不是那个 所以 希望部长 針对今天 我在相关的会议上 我一定会忠实的 来传达我们 呃 委员们的一些想法 我基本上是 赞同这个方向 对 赵林的问题 前面进发的问题 超限利用的问题 都解决的话 是 我想 袁志明把这个保育第七 不要再定什么法 都解决了 这样都解决了 但是 我想要 需要经费了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